再关注台湾 台防务部门近日向台立法机构提交新版的2013年大陆军力报告书 报告当中指的大陆对台湾具有威胁的导弹有1400多枚 并预测称2020年前具备大规模攻夺台湾的能力 而与该报告同时提交的还有台防务部门的军费报告预算 台媒分析指台军方期望通过渲染大陆武力威胁 以谋求提升军备预算和寻求美国援助 台军方发布的大陆军力报告指 解放军装甲车和战机数量在今年双双暴增 比去年增加一到两倍 大陆各式弹道和巡航导弹有1600多枚 其中对台最具威胁的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有1400多枚 另外大陆除持续换装殲-10殲-11等战机外 还持续研制殲-20殲-31等先进战机 强化防空和制空战力 报告指出解放军陆军有125万多人 装甲车15000多辆 海军有26万多人 各型舰艇800多艘 空军有37万多人 各型战机3800多架 第二炮兵有14万多人 报告称 尽管两岸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 但两岸军事冲突可能性仍存 目前大陆已具备对台进行军事威慑 封锁火力打击与夺战外岛的能力 并且可能规划在2020年前建立起 可以大规模的武力攻台的战力 军力报告同时提到 美国国防部在5月的报告中 也明确指出 大陆正推动建立攻台 并有效防止外军介入的能力 显示大陆并未放弃 对台使用武力的选项 那他认为大陆这1000多枚对台湾的威胁 主要是在军事基地 例如说机场 还有指挥通行系统 还有台湾的一些港口 还有政府机关里面都会进行打击 所以他认为这些对台湾的生存 会具有巨大的威胁 与该报告书一起送交台立法机构的 包括台军2014年度预算报告 报告提出3127亿元新台币巨额预算 采购武器装备 包括56亿元预算 采购两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 8亿建立重要指管单位 及雷达战电子防护系统 24亿元为金国号战斗机进行性能提升 此外台军还规划采购65套全球卫星系统干扰器 以及购买F-16CD战机和爱国者三型导弹 由岛内媒体分析认为 近年来两岸军事严重失衡 台防务部门希望通过渲染解放军对台威胁 为寻求美国援助和提升军备找借口 这样的一个军力报告是属于传统式的军力报告 跟不太符合目前两岸的现状 因为两岸的现状基本上是走向越来越和平 那么彼此之间的交融来往互动是越来越多 但是军方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一方面有安抚美国的作用 二方面有安抚台湾国会里面反对党的一个作用 那三方面有在提醒国会 提醒政府部门不要删减缩减国防预算 另外台海巡部门2014年也提出33亿元新台币的预算 用以南沙太平岛扩建工程 台湾海岸警卫队提交34亿元新台币的预算 在南沙群岛建造一座大型海军船屋 该船屋建成以后 有能力停靠大型补给船只 甚至海军护卫舰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目前由台湾实际控制 2003年以来 南沙群岛因为运藏丰富的资源 被周边国家觊觎 越南菲律宾等国都企图抢占南沙岛礁 太平岛目前只有简陋的战桥码头 只能供排水量6吨的小型巡机艇操作 一般船舶难以靠岸补给 此外太平岛跑道仅1100米长 即便台空军航程最远的运输机 也只能在飞满载 且天后状况极为良好时起降 于是台湾规划太平岛采取 先扩建码头后延长跑道 以加强战备力量 不过以台军实力 即使提升太平岛军备 未必能够真正守住阵地 因为从太平岛到台湾高雄 左营的海军基地远达1600公里 以超出台空军所有主力战机 如F16幻影2000等的作战半径 台湾的军舰以最大航速 前往太平岛也要三天时间 但是在太平岛周边越南海空军力量 都比台湾强大 如果向太平岛发动攻击 只要大约半小时 就可能至太平岛沦陷 于是一直以来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有舆论认为 两岸应该联手协防太平岛 共同开发和保护南沙 而未来太平岛扩建码头之后 能否成为两岸军队联手的基地 考验台当局是否愿意 在两岸军事互信 政治互信中 迈出积极的一步 那未来两岸之间能不能利用太平岛 作为一个合作的基础点 或是利用南沙市 作为一个合作的基础点 那这个要看两岸之间的 政治的互信机制 建立到什么程度 两岸的政治的信任机制 如果建立到更高的层次 就会走向军事合作 但目前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前景 另据国防科技信息网报道 台湾近期正在建造一型双体巡逻艇 该艇拥有极高的航速 并配有重火力 采用高效穿浪双体船型 排水量小于1000吨 艇长60.4米 最高航速68000米每小时 艇上装备有多种武器系统 其中包括八枚雄风2 或三型反舰导弹 一门76毫米舰炮 一门用于拦截导弹的 20毫米速射炮 四艇12.7毫米机枪 新的双体船将用于 替代老旧的巡逻艇 中文字幕提供